自俄乌同事操歌以来 至今已经持续79天 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飞机都损失不小 据统计 截至5月9日 俄乌双方各损失约62架飞机 其中有着短矛恶绰号的 俄罗斯卡5-2武装直升机 在这场冲突中 断断续续损失了9架 而该型机在俄空天军中 总装备数量才78架 损失战俄协议总量的11.5% 这些卡5-2主要担任 破坏乌方军事目标 以及协助俄军装甲部队对地攻击 尽管有部分损失 但也取得了不俗战果 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那么以性能优异著称的卡5-2 为什么在此次行动中 损失相对较大呢 这让很多人开始质疑 卡5-2武装直升机 在实战当中的表现 其实除了战术问题外 武装直升机在低空作战时 很容易被反坦克5G击落 另外在密集的先进单兵防空导弹面前 卡5-2出动的越多越频繁 被击落的风险就越大 在北约源源不断的支持下 无方不用心疼导弹 那么不管什么武装直升机 都抵不住这样的火力 就算换成是阿帕奇 结果应该也差不多 因此卡5-2的损失也并不难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在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卡5-2武装直升机 是苏联卡莫夫设计局 设计的共轴反转双旋翼式 并列双座武装直升机 火力相当强大 为全天候 全天时 超低空攻击地面目标而设计的 它的诞生很有意思 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开始发展 AH-1武装直升机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直升机 当时的苏联不甘落后 也要研制自己的武职 苏联军方随后就向 米里设计局和卡莫夫设计局 提出了为陆军研制 新型武装直升机的任务 在1968年5月 俄军方举行的招标活动中 米里设计局提供的米24直升机模型 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于1970年首批米24开始装备 苏联陆军航空兵 和当时的华约组织国家军队 1972年6月 由于AH-1武装直升机越南的表现不佳 美国便计划研制作战性能好 战场生存能力高 可遂行全天候作战任务的武装直升机 于是诞生了AH-64阿帕奇 1976年12月16日 苏联在了解到AH-64的情况后 认为当时的米24武装直升机的档次要低得多 有必要研制该机的后级机 因此要求两家直升机设计局 研制新型武装直升机 于是米里设计局造出了米28武装直升机 卡木夫设计局造出了卡50 可以说卡50是以阿帕奇为假想敌 与米28竞争的产物 由于卡50的单驾驶布局 为驾重驾驶员的心理负担和工作负担 也不像双座布局那样已经过长时间实战考验 其未能令军方感到十分满意 为此卡木夫设计局于1994年 在卡50的基础上 推出了并列双座型卡52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并列双座的攻击直升机 2010年12月卡52在俄罗斯空军正式服役 卡52最显著的特点是 驾驶舱采用并列双座布局 传统的武装直升机均为串列双座布局 两人并排坐前面 直升机必须得设计得很宽 正面被击中的概率大增 据说这并不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是好的 主要是受卡50的设计影响 如果设计成串列 直升机加长 整个结构 气动布局 重心全变了 卡莫夫设计局不能大改 算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也使卡52的飞行性能 多少要比卡50差一点 升线和爬升率有所降低 不过两名成员各拥有自己的操纵装置 操纵系统可以联动 在必要的情况下 两个成员中的任何一个 都可以单独驾驶直升机 或控制武器系统 相比卡50 卡52虽然增加了一名飞行员 但直升机的总重基本相同 这是为保证直升机具有良好飞行性能的需要 减重的措施主要是减轻装甲的重量 以及减少航套的各弹量 两名飞行员各有自己的弹射座椅 弹射的轨迹也各不相同 当然 弹射之前 首先必须炸掉机顶上面两副悬翼的六片桨叶 并抛弃坐舱盖 然后才能弹射救生 卡52除驾驶舱以外 机体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 其重量约占全机重量的35% 复合材料能吸收雷达回波 可降低被对方雷达发现的概念 它的破损安全性也好 有助于减小弹机造成的破坏后果 油箱外层为复合材料 里面是蜂窝结构 在被子弹击穿后能自动密封 该机采用可收放前三点式起落架 前起落架为双轮 逐起落架为单轮 机尾有较宽的垂尾和高质的平尾 卡52采用双旋翼共轴式布局 两台涡轴发动机 安装在机身两侧的短翼上方 机身两侧的短翼下可挂各种武器 双旋翼直升机布局 有助于缩小直升机的半括尺寸 使机体结构更为紧凑 由于它没有尾桨 这也提高了在贴地飞行时的安全性 卡52装有两台TB3-117BM涡轴发动机 每台功率为1660千瓦 且两台发动机位置隔的较远 这样就减少了两台发动机 同时被对方枪击弹伤的可能性 从而可提高生存力 近期造装有防沙尘装置 台气口装有湖外抑制器 可降低发动机的湖外辐射水平 我们来看一看 卡52武装直升机的性能数据 长度15.9米 高度5.4米 悬翼直径14.5米 悬翼面积330.3平方米 空重8300公斤 载重10400公斤 最大挤飞重量1万1400公斤 最高速度微小时310公里 续航速度微小时250公里 航程1100公里 实用升险5500米 踏升率每秒8米 悬翼负荷每平方米32公斤 推重比0.33 其意下有四个武器挂架 可同时加挂四个B8火箭发射潮 每个发射潮可携带20枚S8型火箭弹 也可挂载12枚AT-12激光制导空面导弹 射程8至10千米 可穿透900毫米装甲 机身右侧 装单管30毫米 2A42可移动自动机炮 只能改变少许的角度 被弹量280发 可换装的其他武器 包括23毫米机炮 AA-8 亚虫或AA11射手空空导弹 VB3257火箭发射潮 Five50炸弹 卡52还有改进型号卡52K绞杀 是在卡52的基础上开发的海军版本 为舰载直升机的目标而设计 采用了可折叠的悬翼僵液和可以折叠的短翼 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 在舰上甲板机库内所占空间 该型直升机机身采用了防辐射处理 还改进了防控系统 能够让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执行作战热物 此外 最新升级型卡52M目前还处于测试中 据说M型是一种主要基于已有装备平台 通过各种现代化改进措施 来提升作战能力的发展型号 在目前俄军的装备体系中 卡52与米28在数量上大体相当 这其中有多少是看重卡52的性能表现 有多少是为了平衡不同企业的生存发展 各种细节大概只有俄罗斯自己才清楚 感谢您的观看 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